在我六岁的那年,我的母亲嫌弃父亲没出息,就改嫁了,从那以后我就很少见到母亲。 过了一年,父亲又给我找了个后妈,也就是我的继母,我和继母之间的矛盾挺深的,我们没有感情,有的只是恨和嫌弃,继母总是向我父亲告状,我不管做什么事情都要看他的眼色,不然告到我父亲那里,我一般是没有什么好果子吃的。 后来继母和父亲又生了一个女儿,从此以后我多了一个妹妹,继母又开始因为妹妹总是找我的茶,好吃的好玩的都是给了妹妹,而我只有看的份儿,家里的家务活也都是我在干。 所以我当时心里早已经埋下了怨恨的火苗,每次只要一放寒暑假,继母总是会给我找工作,让我出去挣钱,我当时就特别不理解,为什么我就不能像其他小朋友一样,好好享受假期。 可是继母却说,你学习成绩很一般,以后如果考不上大学,你就应该提前了解社会,学习一技之长,不然以后你怎么生存,听了她的话之后,我竟然无力辩驳,在生活中,只要我偷懒不上进,后妈就会骂一些特别难听的话,在后妈的培养下,我的确变得非常勤奋上进,反而并没有叛逆,为了不再让继母骂我讽刺我, 我决心刻苦学习,上了高中之后,所有人都觉得我跟变了一个人似的,以为我的内心有一股劲儿,我就是想做给他看,向他证明我是可以的,在我上高二那年,我的父亲被查出来肝癌晚期,不到一年的时间,我就见证了父亲是怎么一点点离开我们的,父亲的病是可以治的,但是继母却不愿意拿出来给父亲治病,最后父亲就这样离开了我, 那天我哭得特别凶,心里全是愤怒,父亲去世没多久,我就参加了开始,后来考试结果出来了,我竟然超长发挥,考上了一本的好大学,可就在父亲刚去世不久,继母就把我赶出门, 让我再也不要回去了,说是自己没钱供我上大学,后来我彻底变成了无家可归的孤儿,因为那年我刚成年,我对大学充满了渴望,为了养活自己,我找了一份洗碗的工作, 每天都会工作到深夜,虽然很累,但是当时的我已经不知道心累是什么感觉,从小到大,我经历的太多了,快开学的时候,我想回去问继母要学费, 毕竟我自己挣的钱,只够两个月的生活费,可是我回到家后,看到满地的烟头,房间里弥漫着酒味,我不知道继母为何会成这个样子, 那天她把我赶出来了,还让我再也不要找她了,要学费去找我亲妈,后来我千方百计找到了亲妈的联系方式,告诉她我考上重点大学了, 亲妈从那以后开始供我读大学,大学四年,我再也没有去看继母一眼,两年后我收到了一个快递,里面是我们家之前房子的房产证,还有一张银行卡,给我寄包裹的人,就是我继母的女儿,我一时之间没明白是什么意思,就联系了妹妹,从妹妹那里得知,继母已经得了乳腺癌去世了,我考上大学那年,她刚好被查出来晚期, 所以才千方百计把我赶出去,不给我添负担,至于这房子的房产证,之前就是父亲的,继母去世的时候,也告诉妹妹不要和我争这套房子,把房产证给我,看完快递后,我常跪不起,我觉得这么多年来,其实我都是误会继母了,虽然她对我要求很严苛,可是却是一种严厉的爱, 只怪我明白得太晚了世界上最伟大的事情,就是帮助别人成功,想要成功的加一五零六四九九七七一起快速赚钱,她一直到最后都不愿意成为我的累赘,而我还在这里傻傻的恨她 谢谢大家